Hello 大家好 我是Waiber 很多人看我之前的Vlog 由香港寄一個電視去加拿大 都問我電壓的問題 能否用到香港的電視能否來加拿大使用 如果你都在考慮由香港寄一個電視來加拿大的話 我想你再看這個Vlog 才好做這個決定 我沒有電視呀 之前在我收拾東西的Vlog 你會見到我搬運公司 除了寄梳化和存屋的東西之外 還會見到我寄一個50吋的Sony電視 由香港我家寄來 我沒有電視呀 當很多人看完這個Vlog 之後 在YouTube或Facebook留言問我 其實香港的電視在加拿大的電壓情況下 能否用到 我答應過會試給大家看 我都寄了你 如果它到時我一定會試給大家看 是否直接用加拿大的電就行 還是要用一個變壓器的呢 因為我看到之前有某些人的Vlog 都是在香港幾個電視來加拿大 他們說在香港買的電視 上面寫220W 但原來它的底板是110-240W 但其實電視是110-240W 這是一個謎團 因為沒有人會拆電視 看看它裡面的底板 其實不是110-240W 如果是的話 其實在加拿大是用到的 不過沒有人知道 來到加拿大110W的電力 其實我們都已經預備好 去買一個變壓器 如果電視看不到的話 就買變壓器 但我們一來到地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原來在這裡買電視是很便宜的 那有多便宜呢 你看完我之後的比較 你再決定是否由香港找一個電視來 在加拿大買電視 有45吋、55吋、65吋、77吋、85吋、100吋 可能再有大一點 因為其實香港用的都是55吋 我覺得甚少人會在香港買一部100吋的電視 所以我這次的比較 是會用55吋的電視來做比較 其實55吋在香港擺也算是挺大的 我那個好像是50吋而已 我的電視呀 第一個要比較的就是 Sony X-98H 55吋 4K Ultra HD的電視 在香港買港幣14,990元 在Sony的公司網頁中 已經有折扣了 在Price.com看到的價錢是10,990元 已經算是很便宜的 減4,000元 在加拿大買的價錢是多少錢呢 是加并1398元 如果大約乘6的話 就為港幣8,388元 加上5%的稅 總共是8,807.4元 8,000多元 這部吧 第二部要比較的就是 Samsung 55吋 Q70T QLED Smart TV 在香港如果在風雜買這部電視的話 價錢是12,980元 而在Price.com我看到最便宜的價錢 行貨是10,400元 而在加拿大這個網頁購買 它的價錢是1,198元 乘6就是港幣7,188元 連同稅是7,547.4元 7,000多元 和100元 比較 第三部要比較的電視就是 LG BX4K OLED 55吋電視 在香港AVLINE買的價錢是18,380元 在Price.com我看到是14,900元 而在加拿大買是1,798元 乘6的話是10,788元 加上稅是11,327.4元 那你自己比較一下 香港買、加拿大買 是相差一月的價錢 如果你決定寄過來的話 有四樣東西我覺得是要考慮的 第一就是你要等 因為我11月尾的時候 開始寄來 到現在1月中 都在等著電視機 我屋都搬了 住的地方都有了 但電視機仍然未到 第二就是如果你在這裡買的話 其實你完全不用問這個電壓的問題 在這裡買的電器 就一定是用這個電壓的 所以你不用考慮這個電壓的問題 第三就是如果你的電器在加拿大買 它一定會有售後服務和保養 雖然我不知道加拿大的售後服務 和保養是否真的很好 不過起碼有 但如果你在香港寄來的話 它完全不包含這個東西 難道你又運回香港來做維修嗎 第四樣東西 就是剛才那個比較的價錢 是平日買電視的價錢 如果你在博星Day或者Black Friday那裡買 我相信會再便宜一折 今天關於電視價錢的比較就是這麼多 所以就自己決定一下 你是在加拿大買 大家一定在香港運一部電視機過來 我那部電視呀 這樣我就決定了運過來 有點後悔 但是這樣 既然我決定運過來 我怎樣都會試一試 香港那部電視機來到 加拿大的電壓是否用得到的 所以大家密切期待 我將香港那部電視機 那個插頭插入加拿大的電掣 看看是否用得到的 我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like、subscribe 或者留言 還有分享給你預備去加拿大 考慮大不帶電視去加拿大的朋友 拜拜